听林俊杰的曹操为什么会这么暴力 前奏一响就有想上战场杀敌的感觉 曹操说实施物质为俊杰 林俊杰便写了一首《曹操》 也唱红了《长板坡》这个地方 他在如今湖北宜昌市当阳市 那里还有长板坡普战场的遗址 林俊杰最初出道时并不是唱歌走 而是写歌在明星圈里走 林俊杰1981年出生于新加坡 祖籍是中国福建 四岁就在妈妈的指导下学习古典钢琴 18岁时林俊杰参加了 海蝶音乐在新加坡举办的非常歌手训练班 最终3500名学员中只有70个人闭了眼 其中只有两个人发了唱片 而这两个人就是林俊杰和他的师兄阿渡 当时学习成绩优异的林俊杰 在已经收到新加坡伯利大学入学通知的情况下 果断放弃升学与海蝶签下合约 从此开启了他的音乐道路 张慧妹的一首寄得红遍两半三点 当时写这首歌的作者林俊杰也在一夜之间 成为圈内人尽皆知的创作新人 这首寄得也成为他音乐道路上的里程碑 甚至韩红也在林俊杰出道的时候 整排约过歌 约这个歌约了很久 等了很久 他从一个新人都已经到今天 这个天空巨星了 才约到 一百年也不会再出一个林俊杰 2004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第二天堂 主打歌《江南》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 江南一红 林俊杰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中国风 8090年代中国各地的音乐混杂没有什么方向 台湾乡党的很多歌曲都是买日文歌改变的 江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流行 但是万万没想到 林俊杰会在一家飞机事故中看到自己的照片 没有哪个8090后能平静地听完这首歌的前奏 林俊杰的这首《修炼爱情》 虽然歌曲已经发行好评无数获奖无数 但如果能重来 林俊杰绝对不想写出来 16岁时曾有个女孩暗恋林俊杰 她每天贴心地准备温热的牛奶精致的便当 每天会坚持送到林俊杰的家门口楼下 有一天这位女孩鼓起勇气向林俊杰告白 希望她接受自己的爱意 表示自己非常崇拜喜欢林俊杰 可是当时的林俊杰只把对方当作好朋友 面对这位女孩向她告白 她选择拒绝了 两人虽没成为情侣 她也不纠缠林俊杰 也不给她任何的压子 就以朋友的关系一直陪在林俊杰的身边 保持着非常要好的友谊 她甚至还当起了姑娘 在这位女孩的介绍下 林俊杰结识了自己的初恋女友 既然不能在一起 那就让另外一个人照顾她 然而在1997年 这位女孩搭上了死亡航班 她乘坐的是新加坡M-I-185航班 在35000尺高空 突然从正常飞行高度急速下坠 撞击云木西河 靠近苏门达拉巨岛的地方 机上包含97名旅客 和7名机组人员 共104人 全部遇难 出事之后 林俊杰在新闻中看到了女孩的名字 也看到了她的遗物 赫然躺着那张自己多年前 送给女孩的个人照 那一刻她才知道 女孩其实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爱 而是将这份情感放在心中 不再让她知道了 后来在林俊杰毕业的时候 老师交给了她一个信封 说是一位阿姨送给她的 当她打开信封一看 就是她当初送给那个女生的照片 上面那因空难产生的瓜痕 让林俊杰在那个瞬间 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悲痛 遗憾 愧疚都在这一刻爆发 自那以后林俊杰一直将这段回忆 存风不向谁提起 直到2013年纪念出道十周年 唱片公司希望林俊杰 能够直面这么多年内心的伤痛 说出这个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于是林俊杰才将这一段 不愿回首的往事写成了歌 林俊杰在歌词中寄托了自己的情感 正如歌词唱的 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了